雷歐聊世紀 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朝鮮人對上伯伯仁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那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朝鮮人 朝鮮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陸地的軍事單位 有木材消耗減免 而且箭塔的部分會自動升級 到了帝王時代 還可以點下銀罐技術 增加這個箭塔的射程 金冠是增加投石車的射程 所以朝鮮人是比較適合打工兵配投石車槍兵的路線 騎兵路線是稍微不足的 雖然他有大洛馬 但是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馬鎧 大洛馬算是比較看情況而出的 而且沒有三級攻的關係 所以大洛馬打村民要五刀才能啃死一隻村民 朝鮮人可以在前期擁有比較強力的塔攻優勢 也不是強力的 就是這個挖石有優勢 所以塔攻來說交換資源 是一個比較好帶節奏的方法 接下來介紹一下伯伯仁 伯伯仁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馬舟單位有折扣 而且寶兵是駱駝公兵的 打這個馬攻有額外增上效果 而且朝鮮人的馬戰車 是屬於馬攻屬性的 所以YO這一把的文明 基本上寶兵是康特朝鮮這邊的寶兵的 所以伯伯仁在這把對決裡面 應該是優於朝鮮人的 那伯伯仁他的特色呢 還有這個村民的移動速度會比較快 天安時代開始就有加成了 這邊你看到是0.80 伯伯仁是0.84 封建時代還會再增加到0.88 這個移動速度直接加10%是相當有感的 伯伯仁的後期主要是打騎兵 加上馬攻路線是比較適合他的 伯伯仁也有火炮 所以中後期遇到朝鮮的投石之後 應該也會有相對的 相對應的方式可以去解決 好 那這場比賽呢 是台灣第一高手 天空雄 蘇拉庫瑪 是我心目中最強的台灣玩家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的實力呢 這一兩年真的是越來越增長了 如果大家喜歡天空雄的話 也不妨去他的頻道 支持一下我們台灣的選手 中國呢 是最強的玩家 就是這位Y.O 這個Y.O應該不需要我多介紹 這個是世界知名人物 我們介紹很多次了 Y.O他的實力已經算是 像Hera跟Viper 打透這種等級了 都是非常可怕的 台灣的選手能遇到世界頂階的玩家 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天空雄之前也打敗過Hera跟Viper 所以我覺得天空雄 可能再給他一兩年的時間 說不定他會成為第二個Hera 的話也注定了 好那接下來看到目前天空雄 是已經來到了16P喔 然後這邊有趕入喔 那下方Y.O 這邊是點下了一個魔防 這邊打的魔防時間是17P 那這邊按棒棒的話 可能會有點太晚了 還是先上去 然後蓋這個均勻 均勻這裡還是一定要補 那伯伯仁封劍時代開局 還是比較多走這個肉碼路線 會比較流暢一點 肉碼接城堡時代 即使要出駱駝弓兵党 也可以接品種跟這個耕種技術 走弱弓路線的話 走馬就還是比較優秀一點 當然也可以直接先打射箭場 但是他這個流程會稍微弱一些些 欸結果天空雄朝鮮 好像又來搞事囉 四村搞事 欸不是五村嗎 現在要五村了 現在四村的話 沒有辦法讓箭塔的傷害力 加到最大 確實喔 朝鮮不塔弓 好像不是在玩朝鮮一樣 因為朝鮮的挖持就是比較便宜喔 結果這邊是要打塔弓弓啊 先下射箭場 那這裡應該是沒看到視野的喔 YO這邊應該是沒有看到左邊的這個射箭場 原來封建時代的視野是相當黑暗的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YO這邊的視野是比較黑的 一片黑暗 沒有看到天空雄過來 結果一看到天空雄怎麼拉村民啊 還有這個槍兵過來 這邊看一下我還有怎麼應對喔 這邊馬就還差幾下就能蓋好 但天空雄極力阻擋這個馬就被蓋起來 但最後還是順利蓋起來 天空雄居然不是打塔弓 而是打一個槍矛前壓 依照情況喔 可能還是會轉出這個料望塔 去轉這個料望塔 轉這個槍兵 加上弓兵路線 這四村前來打架 YO直接在正門口補了一個 料望塔 避免被天空雄直接先發自人 這邊趕快補槍兵喔 YO這邊有補槍兵嗎 沒有 這邊是先補了一個肉馬 這邊村民殘血的拉走 YO這邊細節處理得很好 箭塔還是順利蓋了起來 這邊肉馬集結的地方是遠處 是要來直衝天空雄家裡 天空雄這裡已經開始在圍家 天空雄也開始插下了箭塔 天空雄的前期開稿 跟這個HERA以前 很喜歡打這個拚手術的模式很像 我真的覺得天空雄很像以前的HERA的感覺 但他又比以前的HERA更有一種他自己的風格 就是他也會走開農路線 但是他的開農路線就比較偏軍事一點 我個人體感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天空雄 或許有機會 可以超越這個HERA的受定 天空雄也算是我們的台灣之光啦 Solakuma 已經台灣能在世界舞台上 非常亮眼的玩家 並不是那麼多的 就像中國還有YO 還有這個肥龍 那天空雄的話他的實力就是相當的好 來這邊看到 全套能不能殺到一村嗎 YO這一刀砍不下去 直接被村民擊火 天空雄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本來這一村應該是要被收掉的 結果肉網卡住了 YO這邊是把亮王塔插在這個位置 然後去防守石頭可以正常挖掘 畢竟如果石頭不能挖的話 很容易被斷石 就不能有辦法就去插劍塔防守 這邊天空雄的 朝鮮塔弓 但是天空雄這邊 並沒有挖石頭 那邊石頭挖的比較慢 所以現在聰明喔 只能去扁這個馬舅 不能就去偵插劍塔 那待會天空雄有個選擇喔 就是把這個防子敲掉 然後去出這個 亮王塔 打一個連環塔 或是直接蓋在前方 待會點下一擊射 然後亮王塔的射程 也可以射得更遠一點 好那看到YO這邊是 補下了更多的毛病 好 這個村民繼續扁 這邊會從這邊的毛病 打得可以兇 這邊會不會兇 對 這邊會不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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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往前開頭 誒 但是有劍塔 還是算了 但如果能拿下這個馬就 蠻賺的喔 要不要先拉個一村蓋劍塔呢 但這裡有毛病 所以這個如果往前插劍塔 不太好 去防守 這邊要想要 試著阻止天空熊拆這個馬就 還有這後面的軍營 如果YO被拆掉這兩個東西 會有點小傷喔 待會就沒有慘了 就只能出毛病了 但天空熊確實已經 稍微有點打亂 勃勃人 YO這邊的節奏 這邊毛病做一個交換 天空熊這邊努力 想要繡回去 但YO這邊反應非常快速 馬上在前方補了一根劍塔 對付塔供的方法喔 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跟他對塔 然後確保石頭的來源 就可以了 YO這邊的細節 還是做得蠻不錯的 天空熊遇到有經驗的防守玩家 沒有辦法這麼秤心如意 繼續進攻下去了 這根劍塔應該是兇多吉少 YO也可以拉個四隻村民 直接往前開打 也行的 天空熊也可以往後 然後到這邊去補這個箭矢傷害 打錢放著村民 天空熊這邊是決定要出來直接守修 這邊用劍塔射了一下天空熊的村民 再放進去 天空熊這邊控兵控得很好 村民還在囉 右邊這邊補下了新的房子 結果YO拉了一村 鬼睡到了右邊 這個鬼睡流 有料 好槍兵第四面被投掉 再來一發 好收掉 這邊高打第一 天空熊 槍兵收掉 OK 槍兵收掉了 天空熊這根劍塔有點危險 果然YO是拉了村民直接來打 前方的劍塔 但天空熊漸漸的把劍塔給修了回來 毛兵也打掉了一些戰毛兵 跟村民的血量 雖然YO被擊殺數是兩村 天空熊也是兩村喔 他們就是2比2 但天空熊這邊斷村是斷的比較兇一點喔 來到了一分半 這邊村民待會可能要撤退了 這邊要繼續插嗎 但朝鮮這邊中止塔弓的話 是更虧的 原來你都已經做塔弓這件事情了 不繼續延續下去讓對方感到有壓力 不是拖到對方的節奏的話 那你的塔弓的意義喔 就會變得很小喔 那這邊要打上塔弓的話 毛兵確實很好 天空熊被收掉了一村 怎麼辦呢 天空熊這邊要趕快拉毛兵過來防一下 這裡毛兵不能去旁邊騷擾 將YO這個策略很好 毛兵在劍塔射程範圍內 給天空熊壓力 那他的毛兵士兵要回來 他就不用去防 就不用去擔心這裡會被騷擾 好結果 White Wall的節奏 並沒有被天空熊給帶走 本來是天空熊這邊 生城堡時代慢了 許多 大概慢了一分鐘左右有了 原設立黃金沒有挖 待會要靠買賣 或是直接賣石頭 上城堡時代 右邊這隻村民兩邊在互打 這跟劍塔最後是沒有蓋起來的 好 怪歐這裡補下一擊 農 法木移用 這裡開始轉馬就 好 這邊要來守勢建塔了 怪歐這邊有看到 趕快收村 毛兵過來 好 等車退 怪歐這邊反應還是很快 好 這邊還在吹 一直追一直追 把Y.O的村民給逼退回去 Y.O這裡補下了品種 喔 結果差了大概1分10秒左右 對 差不多會差個1分鐘 Y.O這邊是 點下了馬凱品種 馬就補第二個嗎 有 雙馬就 這邊直接出騎士喔 就好了 反正這裡有折扣 好 回歐這邊 騎士 趕快按 那這裡要不要轉攻城騎士繞手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 可出可不出喔 因為這個情況 伯伯人光出騎士就已經很划算了 天空熊這邊槍兵可能要一直按喔 然後再加上待會生成寶石帶馬上要補出修道院 才比較能防得住Y.O這邊的配兵組成 Y.O這邊是果斷直接不理 直衝天空熊家裡 天空熊家裡 欸 這個習慣很好 開始圍起來了 以前的天空熊喔 一直爬不上去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會把家裡圍死喔 那我覺得天空熊現在的一個 節奏來說 跟以前比起來是好很多 至少會把家裡圍死喔 這個讓自己的優勢會更巨大一點點 好 這裡毛兵直接投爛這些槍兵 這些槍兵第一時間被收掉 那這些毛兵可能就要被施光了 天空熊因為這邊打不已其次的關係 要趕快收掉Y.O的毛兵 應該是全施光了 好 那這邊有圍死稍微可以爭取一點時間 但左右兩邊還是可以入侵進來的 好 這裡要不要再快五個房子呢 但這邊通常是決定直接為資源點 好 那升到城堡時代前線 欸 普雷工程器製造所 要來用衝車去頂掉這個防禦箭塔 畢竟朝鮮惠之中升箭塔 這個箭塔是蠻厲害的 這個衝車幫坦一下箭塔 傷害也不錯 好 這邊騎士直接回頭 想要收掉所有的箭塔 這個是沒有問題 收到天空熊也補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修造院已經蓋好 防守 結果遇到 Y.O直接回頭解這邊 Y.O這邊節奏帶的非常漂亮啊 天空熊被打的一個 有點節奏稍微跑掉 但也沒辦法 因為朝鮮真的要這樣子玩 會比較好 只能說Y.O的經驗還是更好一些啊 這次兩個人職業 不是職業 這個遊戲經驗的時間 差距還是蠻大的 年紀上也是有的 不話說 這樣的還是老的啦 唉唷 這邊能夠跑不掉嗎 喔 喔 這邊騎士血量殘血拉走 這隻騎士沒有拉走可惜了一點 天空熊這邊趕快招翔 OK招了一個血多的 天空熊這邊招翔細節也有拉滿 看這個森綠應該是跑不掉 好 前方的建築物用衝車全速解決 天空熊這邊要趕快插一根堡 放在家裡 大會城堡要插哪裡 是一個問題 如果能插門口稍微往外插的話 是很好 但家裡要守住才行 好 Y.O這邊是點下了二級農田跟伐木技術 2TC 3TC 慢慢開農了上去 這邊先解掉天空熊野外的軍事產人 射箭廠跟軍營 這場比賽我也是沒有看 所以完全不知道這場會發生什麼事情 Y.O跟天空熊感覺有一段時間沒有交手 這場直接遇到了 比較難打的伯伯仁跟朝鮮 感覺直接來播 看結果 播起來會更有意思一點 右邊的話是補了一個新的承認中心 3TC 農了上去 好 這裡補了三個房子 左邊兩邊 這裡兩個裝房子再補上去 好 房子繼續補 這裡3TC 開始蓋 好 這裡停下了神聖思想 天空熊這邊開始轉一些僧侶科技了 看到騎士數量這麼多 但Y.O也知道 這隻就騎士 可能是 扛不太多了 可能一些肉嘛 可以抗招想 打僧侶又痛 這根本是個問題 所以天空熊這邊為死 就很關鍵了 沒有辦法讓肉馬溜進來 去砍這個僧侶 讓自己防守 會稍微輕鬆一些些 Y.O看到天空熊為死 自己也開下了4TC 這邊開始往外蓋均勻了 覺得轉一些槍並比較好 結果這兩隻騎士在前面 可能要被招掉了 要自滴了嗎 這邊自滴 OK 但天空熊還是賺喔 這樣還是OK的 這也是Y.O的一個小小失誤 直接點可能射到了前方 或是不小心A了過去 這邊用生鋁 繞到了後方 這邊 赤猴在找嗎 在找這隻生鋁嘛 是有看到的樣子是不是 Y.O在前線補了一個 新的工程器製造所 那天空熊已經轉出槍兵了喔 有槍兵的話 稍微就能擋得住 衝車狂暴加騎士的打法 但這邊轉的是投石車 不是衝車 這邊投石車一定要換 反正這個換完就要被騎士 往上硬騎 結果也沒有硬騎 天空熊後面勝利走了出來 槍兵也是 天空熊這一波的推進打得很漂亮 讓Y.O的這邊節奏又稍微 稍微被打亂了一點點 這隻生鋁繼續招翔 Y.O劍撞三隻生鋁招翔 趕快往後拉 這邊投石車出來 先投投石車有機會嗎 沒有機會 單投村民能投到 可以 打了一發 躲掉 沒問題 打了一發 趕快修 沒有辦法 還有這邊開TC 現在是比較兵力薄弱的時候 這邊有想要先升帝王時代嗎 現在已經可以升級了 修道院已經三個聖物 第四個聖物也拿到了 感覺五聖物也是 垂首可得的一個狀況 天空熊這一波 拉了一堆村民出來 現在是79村對上85村 投石車兩台 往前開始砸村民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我覺得偏困難 騎士被招翔的 直接被招回來 投石車砸到村民 這根堡還有67% 現在聖地獄時代 可能這根城堡變道德堡了喔 天空熊這一波 壓得非常關鍵 防護劍塔趕快往前蓋 然後把前面一直維持牆 不要讓村民移過來就可以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好 永雄這邊可能要補一下 彈道血了 或者是要趕快衝到地獄時代了 讓YO這邊很危險 那YO這邊的話要趕快去把石頭給挖出來 好 這裡有趕快挖石頭 然後為什麼要挖石頭 最主要是因為 正面的部分可能會躺不住 而且沒有駱駝弓兵的話打馬戰車他會變得比較難打一點 不然就是要轉駱駝 但是單靠駱駝的話打起來 還是遇到槍兵的問題 所以打馬戰車配槍兵這個組合 駱駝弓兵對於伯伯倫來說是比較好解一點 好 兩隻僧侶走過來 都著想了嗎 好 投下 唉唷 預判差一點打到僧侶 好 天空熊這邊稍微有點軍事上的優勢 馬戰車直接開到城鎮中心裡 戰車直接扛 城鎮中心的打法相當的優秀 好 這邊點下前程科技 稍微可以抗招想一下 利用時代的YO 點下了手推車跟化學 並沒有轉馬就科技 三級馬鎧也沒有點 二級馬鎧也沒有 看來是要打駱駝弓兵了 是要先轉戰毛兵了 看來YO是要先來轉戰毛了 過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第一根城堡要蓋在前面的位置嗎 還是要把城堡蓋這個位置呢 不管蓋哪裡 都是 還是要蓋正面會好一點點 好 這邊投石車 趕快砸村民 這邊找到頭破血流 好 現在YO右邊有點殘 欸 結果直接蓋在正前方 天空熊這邊趕快補箭塔 這裡要取消吧 這裡不能喔 這裡被抓包 趕快取消 是要補這裡 在正面了 對 還是要補正面比較好 免治 喔 這邊不用出戰毛兵 直接出標槍 對 他是勃勃的 那標槍騎兵呢 就是直接是騎馬的戰毛兵喔 而且比戰毛兵更優秀的一點喔 是不需要升級 直接可以用 雖然有這個精銳標騎兵喔 但他不升級的時候 傷害值 就跟一般的戰毛兵是沒什麼兩樣 直接用 非常好用 這邊用稍微造成馬山車 回擊回去 這面的城堡 重量要蓋起來 天空熊這邊給的壓力非常大 村民差距已經打得出來 114村 最上101村 村民優勢大約13村左右 伯伯倫這邊也點下了三級 貢兵台架 跟拇指環 貢兵路線 還是優先升級上去 這邊可能要再補開一個城鎮中心 這裡有大量村民在發呆了 要補哪裡呢 要補這個地方啦 稍微看一下TC 右邊繼續升叉 天空熊控住了伯伯倫這邊的石頭 這邊巨型頭時機 要趕快按個一兩台出來 可能會好一點喔 把前線的這個地方解救起來 這跟城堡就能建立起來 待會就可以這邊進發出去了 看天空熊這邊買賣一波 直接點下了帝王時代 YO這邊的時間大概還有三分鐘 在這邊YO事先轉出了火炮 可以反擊對方的YO 這個天空熊的頭時車 天空熊這邊加一擊挖死挖金 這邊砸掉了一些標槍 右邊村民往右走 這邊要找野礦 應該很快就可以找到 但天空熊好像有看到村民往右走 蓋了一個哨站 看一下YO在幹嘛 火炮趕快拆除後方的防禦箭塔 不然待會地瘟石再變成大型箭塔 又會更難解了 右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中心 想要來控制這塊黃金的部分 外野金 後面還有一個天空熊的分身 在後面幫打 直接打掉 好這個石牆 很快的就要被截掉 趕快拉個幾村去蓋一下 好終於打破了 拉個兩村去蓋城堡 現在YO標槍騎兵到處在巡邏 看哪裡有對方的槍兵跟馬戰車 都可以用標槍騎兵去解決的 這邊還點下金銳標齊嗎 金銳標齊上去了 這個金銳標齊點下之後呢 攻擊力會跟帝王戰寶一樣 都是一下8滴 好猛好猛 我早說8滴一定行 而且標齊金銳是75滴血 這個戰毛兵的體質非常的優秀 還蠻想 強弩也只有10點3塊 標齊的缺點 這只是差了強弩2滴 然後攻擊速度比強弩慢了一點 遠防4塊高的 所以波波人的標齊真的是 駱駝弓兵出來的時候的一個 另一種選項 但實戰上用太多 可能還是被黃金兵給壓著的 這邊直接想要挖天空熊的黃金 但這邊石頭已經有人先來了 這邊標齊打很痛 直接死了兩村 我覺得標齊兵 跟帝王戰寶一樣 都有點不太像垃圾兵了 這個傷害值已經靠絕技黃金兵的感覺 火炮 解掉了一台投石特 火頭光兵 一直射 把戰寶兵 把這個長槍兵給射光 最後再解掉 搞定 大星天塔中午被解掉 天空熊這邊補了一個新的石燈中心 想要把這個礦訊拿回來 直接轉出了戰毛兵 但戰毛兵這邊 傷害還差了一個化學 還差幾秒而已 但體制來說的話 對方標齊兵 好像還是比較好一點 345第一血 標齊兵是戰毛兵的一倍 這邊高打低 應該會打很快 好 中間有大量駱駝兵 天空熊這時候轉出大量戰毛 應對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 問題是火炮怎麼解而已 二人覺得 戰毛配上頭車跟槍兵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當把對方的火炮也會比較有傷害一點 但是天空熊居然用戰毛兵打贏了兩台火炮 這什麼奇怪畫面 YO這邊也點下了金銳駱駝兔弓兵了 攻擊力12點 天空熊臭敏樹已經被追上了 YO已經勝利反超 好這時候終於補下了彈道學 好巨型頭司機架了起來 這裡趕快修理 YO的火炮 趕快過來 趕快解一下巨頭 這可能修不回來喔 只能為死一晚 這盲兵在上前 再開一炮 有機會嗎 解掉一台 插一下就可以解掉這根城堡 天空熊好像太早解除安裝了 哇這根寶好像應該是可以砸掉的 剛剛剩兩百多滴而已 多補一發好像就掉了 但這是個堵住了 如果不趕快解除安裝的話 就會被砸掉的可能性也是有 天空熊這邊是打了一個比較穩的方法 雖然沒有解掉城堡 但支持了城堡 這個巨型頭司機是有守護住的 YO這邊開始轉出了 馬舊科技 三級馬凱 不過了呢 也是大洛馬最平的一個文明喔 一隻肉馬 只要64肉而已 這一轉洛馬的話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又省黃金 打三毛病的話 洛馬也算是綽綽有餘了 但是 駱駝弓兵的傷害實在太高 連戰毛病都扛不住 高打地的傷害非常優秀 直接硬扛著戰毛的傷害 全部吃光 駱駝弓兵的數量來到了30隻 有 連戰毛病都扛不住 使用 連戰毛病都扛不住 還差 我只要是 好 這邊大型劍塔 好 這邊大型劍塔 好 我開拆 好 會拆 剩下36底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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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伯伯人是佔據優勢的 我們開頭有講到 但天空熊還是很努力的轉出了槍兵 這邊疾兵可能要先升級 待會可能沒機會升了 工坊也要稍微提升一下 疾兵的部分 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但天空熊還是有提前轉槍兵出來 應該有意識到對方落馬快要噴出了 疾兵要升嗎? 不升 這邊是先升火炮 左邊的標槍騎兵很麻煩 還有火炮繼續攻城當中 天空熊好像夾不住 他這邊只剩下垃圾兵 槍兵跟戰矛 要遇到歪歐這邊的夾攻很困難 這邊漏馬 往前扛一些傷害 用駱鎖弓兵去後面擊掉一些重裝長槍兵 那歪歐這個黃金數還有兩千多塊 現在節奏開始被帶走了 天空熊打出了聚聚 沒有辦法 天空熊前面已經打得很好了 但後面後期文明特性 朝鮮的馬戰車 直接被封鎖住 標槍騎兵打馬戰車實在是太優秀了 不然確實 天空熊前期出一點馬戰車的時候 YO是有點稍微招架不住的 甚至馬戰車可以開到城鎮中心裡 但標槍騎兵一出來之後 形勢完全逆轉 這也是伯伯人很強的一點 而且遇到蒙古的時候 標槍騎兵的效果也是特別優秀 所有的馬功文明都會被伯伯人給壓制住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文明 經濟的部分是由YO拿下的資源 1萬的勝率 天空熊雖然挖石有勝率 但是黃金輸了大概一倍 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黃金是在外面還沒有挖完 後面的這塊黃金也沒有挖得很乾淨 那我覺得問題也不是黃金的問題 最主要是這個文明本身就被壓制住了 即使朝鮮轉出了重型投實測 還要先問過YO的火炮給不給秀 這也是個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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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